响应蔡政府的5加2创新产业 以及全球推动绿色环保经济趋势 台湾第一波绿色债券 今天正式挂牌交易 共计四档债券 发行金额将近新台币60亿元规模 贵买中心上午热闹举行敲锣仪式 有金管会以及四家民间银行 共同响应发行绿色债券 投资金额将用于发展绿色能源科技 堪称是台湾债券市场创举 那绿色经济共享经济 本来就是一个永续发展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款 我们发行绿色债券 专款用于整个绿能产业的发展 我想我们金融债券的发行 是一个开始 因为第一个债券本身有人投资 我们又超额认购 那客户们都是在执行 这个绿色能源相关的应运 那这个等于是一个 整个生态已经开始了 配合政府五家二产业 绿色债券筹资后 必须全部用在再生能源 与能源科技发展的绿色投资计划 例如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站的企业放款 自党首发的绿色债券 分为台湾债券以及国际债券 凯西与中信发行利率为0.9% 与0.83% 各筹资新台币十亿元 玉山与永丰银行发行三十年期 债息百分之四点一与百分之四点五 四岛债券总发行金额超过新台币 五十一点七亿元 那国际上在金融业务上 是强调吃到原则 那就是要注重环保 注重绿色 那今天最少已经先有四家银行 来做这样的事情 发行这个绿色债券 把政府的政策已经落实 绿色债券的概念源自北欧 2014年起开始爆发成长 据统计全球气候相关债券市场规模 2016年中达到六千九百四十亿美元 其中绿色债券为一千一百八十亿美元 预估到了2018年 年发行量可以达到三千亿美元 成长快速并集聚发展潜力 新台电视卢天堂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新台电视卧 ET0000 新台电视卧 新台电视卧 按葬 周调 也很慢 您 Ende 感谢观看